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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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和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這個月雲彩這個大家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年一度的雲彩行動慈善餐會圓滿結束 當日出席的人數超過200人 真是要多謝大家對雲彩的支持 當晚的節目相當豐富 除了有慈善意賣 還有唱歌表演和有獎問答遊戲 大家都玩得相當投入 還滿載而歸 緬甸雲彩家園的小朋友李靖翠 在手術後還現身餐會 親身答謝各位的支持 身處緬甸的Chris都有跟大家打招呼 我們還安排了幾個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化身小天使傳播愛心能量 不過講到壓軸環節當然是慈善拍賣了 我們邀請到Joe擔任嘉賓主持 看看各位善長人翁幾積的鏡頭 再次代表每一位受助小朋友 多謝大家 我們下年再見 為何仰光康復中心的家長和小朋友在這裡排排坐 原來等待看醫生 最近一班美國牙科醫生和眼科醫生 來到緬甸幫小朋友進行醫塵 這份關愛相當珍貴 為了接觸更多貧困兒童 醫生還願附雲彩家園和緬甸偏遠山區 幫小朋友進行檢驗檢驗 再次感謝每一位幫助過雲彩的醫生 全靠你們 小朋友才有明亮的雙眼和整齊的牙齒 為了提升大眾對殘疾人士的了解 廣西雲彩在12月初舉行了大型宣傳活動 透過攤位和表演等節目 促進雙見共融 大家都玩得很投入 今個月還是大化雲彩成立十周年的大日子 為了感謝國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我們舉辦了一個慈善慶典 而關愛中心和康復中心的小朋友 還準備了精彩的演出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有更多有心人可以和雲彩同行 幫助一班貧困兒童 想Undang我們的工作 知多些孩子的故事 記得緊貼住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